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知道我比不过嘛 所以我就收起来了 根据我就是做一些调查还有做功课 然后我有研究就是女生的胸部基本能分为几大类 那第一种呢就是说半球形 那这种呢基本就是可能大家都梦寐以求的 最标准的品牌 我觉得像这样的基本都属于C罩杯左右的 就是它的整个形态是比较圆 所以呢就是 我觉得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第二种我说的就是相对于这种半圆形的 半球形的来说呢可能稍微小一个尺寸 就是胶小型的胸部 就稍微小一点点 你们的眼神都在回避什么 就是好像 就好像说到焦小型 不是我 不是我 就马上就转过身去 然后好像和自己没关系 那第三种型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飞机场嘛 那其实这样的女生穿衣服也会很好看 就比较帅气 对她比较适合穿一些梯台上的那些很小的 设计感很强的衣服 会穿出来很有特别的味道 然后下一种呢就是我们平常会见到的就是一个下垂型的胸部 其实我觉得下垂型它并不一定是真的下垂 可能是比较容易下垂的 因为有的人呢可能他的那个乳腺就长得比正常人要低一点 是吗 就是不够靠上 那还有一些可能是穿内衣没有穿对 或者是保养不对 或者就是因为胸部太大而引起的下垂 后天的引起的下垂 那我知道还有另外一种型 这种型很特殊 什么型你快告诉我 我很期待 我一直在猜想 你不要看着我 我一直猜想这种型 有什么关系 我把它规定为足损型 就是 我自己 陈老师你从哪里看穿我是朱瑟型的 请问 因为我每次看到你穿这种 就是勒得很紧的衣服的时候 总是看到很多多边边角角的 就是各种人叫 这种的 这种型的胸部好像在东方女生中 比较容易常见 陈老师你真的很有经验 对 不是 其实我是有研究专门做功课了 不是我有经验 好 陈老师我们来定一下 我觉得刚才也分了四种 对 就是我想知道他们四个人分别 到底是哪种胸型 这样的话他们回家就比较知道 就是比较好知道保护的方法 对 给自己一个定位 就是因为我今天我们的现场的女嘉宾有限 我不可能说是把每个人专门对号入座 那我觉得前三种都属于半球型 一号然后还有燕燕可能会 他们两个好像半球型稍微要大一些 然后那个小雅的我觉得可能稍微的比他们的稍微的逊色一点点 但是也是很奥勇 但是 然后彤彤就属于我觉得暂且给他孤 我们把它归为焦小型好了 OK 就是给自己一个定位 对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 虽然他们两位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 他们三个都是半球型 但是 就是他们的会比较 一号和三号会比较丰满一些 对 对 那所以他们保养的方式应该会更靠近下垂型的这个保养的方式我觉得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呢 如果要是这么细分的话 那我们就给小雅分为这种半球型 然后一号和三号 就 不小心就把你们化为下垂型的这个下垂型 然后彤彤不小心 我们是容易下垂型 彤彤不小心就进入了江小型 然后你呢 我不是竹笋型吗 哈哈哈哈 好吧 我很荣幸的 好 那接下来我就教给大家一些 其实就是说 各种型的这个胸部的一些 穿衣服 穿布拉圈的布拉的时候一些的要点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从第一种来说 以这个小雅来说 它是半球型的 那半球型呢 其实它会挑选那一算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呢 就是说它的胸部的形状发育的很好 然后形状也算是比较好看 所以呢 就可以选择一些 呃面料比较薄的 然后或者是有一点点 就是脱举作用 但是 以舒适为主 对 以舒适为主 然后可以选择没有钢圈的 我平时选那样也是以舒适为主 对 然后也可以选择稍微有一点点厚度的 但是就是切记不要就是太过的那一种 不是 对 因为它已经不需要再去抵压或者怎么样 对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胸型呢 它是比较适合那一种四分之三 灶杯的那一种 一号和三号呢 因为它们胸部比较大 可能就是要面临呢 就是以后的一个问题 真的就是 会有这个下垂的迹象 所以呢 我觉得在挑选内衣的时候 钢圈很重要 还是要脱 脱的这个很重要 另外就是你们在选择这个内衣的时候 肩带一定要选择比较宽的 为什么 就是要兜得住 对 一个是兜得住 另外一个就是你比如说 像你们可能平常要拍照或者什么的 如果太肩带细的话 因为你胸部又很重 经常会勒在这边 勒出一个蓝来 会很尴尬 另外呢就是 特别细的那个肩带也不太好 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你胸部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我建议一号和三号呢 你们可以选择这种 就是比较全灶杯 如果你是平常穿在里面不上节目的 就是四分之三以上的那种灶杯 就是让它起到更好的保护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看彤彤可以选择一些 首先肯定是有钢圈的 是必须的 对 对 另外呢还要选择一些就是 你这个 就是 侧面 侧面会有这个 脱举 脱举和这种 就是聚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有这种 加厚的垫子 或者收腹乳的这样的 对 或者是这种前扣式的 有没有 就有很多那种前扣式的衣服 就会 使你的那个胸部更加的聚拢 会显得更加的挺 然后视野线马上就被勒出来 这么看来的话 我觉得 女生的那个内衣的选择 真的是很重要 对 不管样式怎么样 其实或者是 就是你要不要挤 你的这个乳勾出来 或者是形状 就穿着形状 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 对 女生现在乳腺癌的这个增长率 对 对 那自行检测的方式就是 用你的手轻轻的 就去摸 你的这个左手边 或者右手边 轻轻摸 一定不要捏 因为你捏的时候 肯定里面它是有乳腺的 对 你会怀疑它是硬块 就只要平平的放上去 就觉得硬块很大的话 那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 可能必要的治疗 内衣选择不当的话 就是也很容易造成这个乳腺癌 对 对 所以说刚刚实战老师给的这些建议 大家一定要记得非常的清楚 对 我们当时在选内衣的时候 还是要记住 第一个还是以这种健康为主 尽量选一些纯棉智利的 对不对 因为现在很多性感内衣的 我知道它可能 它可能是化仙的 然后会不透气 霓龙的 对 就是让你时间久了 可能会皮肤过敏之类的 那我们就邀请那个 好 又欣来为我们展示一下这个玻璃田吧 来 我就是 我不知道她今天这个 这个看起来好像应该是避罩杯的 就是很多那个 就像我们女生一般就特别困扰的 就是 因为她这个东西很薄 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黏的时候特别不好黏 我经常有看到有女生黏这个东西啊 黏着胃上 你明白吗 黏着下腿 这一怎么劲 那也差下腿了吧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因为女生通常都会有副乳 然后我建议大家就是黏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尽量往上 腋下这边 就往两边一点 对对 黏一些之后 然后它 你这个扣子因为它会打开 然后你再往中间收 然后你就直接把你的副乳都收过来 当凶使用了 然后就勾过来的时候 刚好就把两边的肉 有肉盆都搂过来 对 没错 就会挤出很丰满的四叶线 对对 而且就是 如果是负A的朋友们 你可以 负A 是骆驼吗 铐背的那种 我只是这样说一下 就是你可以用 就是有的人说 那我用两 粘了两个玻璃挺 它还是没有勾怎么办 因为我胸太小 那么我就跟你说 你粘完玻璃挺之后 你还可以穿内衣 然后这样 玻璃挺因为它是这种肉肉的感觉 然后你粘完之后 它可以拿当肉来使用 然后就挤到中间来 你的湿液线就有了 对 那里面不会空了吗 然后手指一撮 然后又动 不会 没有 应该不会吧 那就是我们有请CC 到我们这个模特这边来 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玻璃挺的正确的用法 好 接下来就是展现奇迹的时刻 我们就是正常人的胸 你不可能就是站在这里 然后你就这样粘 肯定是不好粘 然后你就应该稍微弯下腰 跟穿内衣一样 然后粘的时候你粘在 就是你胸的轮廓的 就是这边一部分 然后你把它往腋下多来一点 然后差不多粘到这个部分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它会 因为它是那个肉肉的 它可能会瘪下去 但是你不用担心 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然后这边同样是 这样子 对 尽量往两侧和后背腋下一点 往两侧这边 如果你就是想再靠后一点的话 你粘到后背也没关系 你脚能拉过来 谁也不会就是阻止你 当你调整完就是扣上之后 经常就是你可能忽略掉自己下面的 就下面可能会出来一点 然后你不用担心 你就是当它扣上之后 你手就是浮在这个地方 你把它掀开一点点 然后把你出来的肉给 再给它塞进去 塞进去 塞进去了之后 弯下腰呢 左一拨 右一拨 然后它到中间来了 对 然后就是这么简单 很管用的这个 那CC你看现在 我觉得你的身材 已经非常地丰满了 而且很远称 对啊 可是我现在就是有穿 新衣服在里面 我不是就是里面没有穿 我有穿内衣在 就是说这样的话 还可以就是变得更加地 波涛汹涌是不是 对 就我刚刚说的内衣里面 如果你加了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 那网友朋友 你们看清楚了 现在CC的这个身材和胸部 我们记住了 然后等她穿完 新衣服以后 回来我们再看看 有什么惊人的变化 对 非常期待 好 CC到后面去 去穿我们的新衣服 好 那CC在穿这个新衣服的时候 其实我还要告诉大家 其他的一些方法 也可以使你的这个小胸部 迅速变大 对 比如说你是B罩杯 或者是C罩杯的话 的女生 你可以穿比自己的这个尺寸 要小一个号 或者是两个号的内衣 这样就可以勒出来 对 穿完以后呢 就是已经勒出来很明显的 视野线了 然后呢 在这个小的内衣外面 再套一个大的内衣 就是 其实和我们这个 新衣服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说 利用小的内衣 来挤去 挤出来你的视野线 就把你多余的坠肉 全部都挤出来以后 然后呢 里面可以天冲一些东西 然后外面再套一个 正常大的尺寸的这个衣服 所以呢 这样看起来呢 就是比较的波涛汹涌 就变成巨有了是不是 对 然后既有视野线 然后从侧面看呢 整个这个胸部的形状也出来了 好 其实这个小窍门 不一定是说 非要穿和自己尺寸完全一样的 我们在场的嘉宾都 肯定每个人也有 沾玻璃挺的注意 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玻璃挺吧 是挺好的 但是有时候得注意的是 它会容易外露 你比如说穿那种 就是像礼服一样露背的 或者是露这么多的 然后一定要注意 沾不好的话 它可能会从旁边跑出来一点 好了吗 差不多了 来 为什么要扔起来 为什么要扔起来 因为太大了 不扔出来 没有没有 经常看也不觉得大 真的 就是因为 就是今天因为现场它 就是你线贴嘛 然后这个衣服很不好弄 可能效果不是就是特别的就是夸张 就让大家卧的一下那种 所以说就 我觉得已经 已经效果已经很好了 就是很明显 可是我平时自己在家 就是一层一层弄的时候 还有真的有的时候出来之后 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个骗子 骗了那么多人 真的我们都一直在骗集团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 真的是不能贴太贪心 就是如果今天太贪心的话 就像是 我可以指一下 就自己的这个位置 就是你的衣服的边缘 就会出现一个这样挨木型的 对 而且它会有点勒的感觉 对 就中间这块是线下去的 然后你这边 因为这边是挤出来过高 但是这边呢 由于是垫了一些东西 可是你衣服的这一条线 它是勒下去的 所以就给人感觉 是里面暗藏玄机 如果像灰灰这样的 就是真正胸部非常大的 你从任何这种角度来看 它整个胸部的 对 它这个胸部的 整个的弧度是特别好的 所以在贴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就是对着镜子 自己左右看一下 各个角度 这个弧度一定要特别完美 才是否则就会穿帮 对 而且大家一定要谨记 就是如果你一旦选择出门 要穿这个New Bra的话 你一定不能选择太紧的衣服 如果紧的话 可能从侧面就会觉得 这边上面是爆出来的 就是一个 感觉好像是胃上的肉 挤到上面来 就像那个 那个英文字母里面的那个B 对 就会很难看的样子 但是今天就是 你们可以就仔细看一下 就是它今天虽然说 这个形状不是像我平时弄的那么好 但是就是它两边的腹乳 我本来是有腹乳的 而且还比较明显的那种 然后今天穿完这个之后 就是两边就全都收到中间来了 就是两边就是穿衣服的时候 它就不会把那个腹露出来 不会很难看 所以说嘛 有句话叫做 凶啊 挤一挤还是勇的 对 我没 把后面的那个多一个手 给它利用起来 利用起来 对 利用了 男女人没有丑女人 没错 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男朋友一定要学起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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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最近的日子过得无聊啊 好多的朋友问我 哎有什么局啊 哎 最近就有个大局了 局的地点在哪里呢 上海国际展览中心 局的名字叫什么 上海国际成人展 都有谁在那个局里面啊 什么波多野节衣 是吧 嘉童优 凌木杏理 是不是 然后呢 到了那儿就找我们 幸福宝盒展台 不仅有众多的精美礼品可以拿 还可以看什么各种 女优制服秀啦 互动小游戏啦 还在等什么 行动起来吧 今天老师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很喜欢看街拍 但是我看街拍那些美女 我真的特别羡慕 因为她们有一双特别美的长嘴 没错 俗话说得好 三分长相 七分身材 那我们节目之前 已经讲过什么 胸啊 腰啊 臀啊之类的保养方法 那其实呢 腿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它占身体的很大一个比例 哇 所以如果有一双美腿的话 才看来是一个正妹 嗯 但是好多很多女孩子 就是不是天生会腿很长 当然天生腿很长 女孩子那样比例非常的好 大家也都特别羡慕 那么多长的腿才是最美的 比如说说女孩子可能个子稍微矮一点 那么比例不够好 那么如何才能让腿显得比较修长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会教给大家很多好的方法 如何穿衣服 如何打扮自己让你的腿 先天条件不是很好 让你腿看起来更修长 如果你的身材不是那么的完美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小的穿衣服的方法 来改变你的身材的比例 好那今天呢来了这么多美女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现场的美女朋友们 我看到你们全部都是大长腿 那你们平常在穿衣服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 或者是怎样能使你的腿更长的一些好的方法 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 就是平常可以让你的臀部还有腿部线条特别好 就是平常包括你在办公室啊 还有说是在家里 没事的时候呢做一下蹲起动作 可以保持你的腿形和腿形 这样呢有助于我们穿衣服啊会更漂亮一些 来有请美姨到我们中间来 OK 美姨 我要测量一下 看看她这个腿到底有多长 那我们来测量腿的时候呢 来贝拉帮我一下 来 我们可以从起点在哪呢 然后可以从我们这个脚 这个踝骨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呢终点是到你的大腿根部 因为我这边看不太清楚我大腿的根部 那个贝拉帮我来测量一下大概 大概是这个位置 大概这个位置 大概是85厘米 哇 真的好长 85厘米 对 真的很长 85厘米 然后我们在现在从这个地方再开始计算 然后到它的颈椎的 从上往下数的第二个这个关节的部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度是多少 75厘米 就是说我们的腿部的下身的长度 比上身刚好多出10厘米 是非常标准的 对啊 像85 75 差整整10个厘米 对啊 就这样看起来已经腿很长 然后不知道 原来出来的都是超人吗 难道 好 那现在呢 我觉得我觉得有必要把我们六位的非常养眼的长腿美眉 请到我们的台中间来 我们站一排好不好 哇 真的是六位美眉都是非常的长腿美女 俗话说得好要想美露大腿 那现在这个腿真的是特别的长 但我觉得不一定每一个女生都像现场的这六位美眉一样 这么长的腿 那如果你的腿不是很长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样改善 一般穿衣服的时候或者是在搭配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小心得呢 我比较喜欢穿比较窄管的牛仔裤 然后下面配高跟鞋 这样会显得腿比较长 高跟鞋的辅度情况下把你的腿拉长 我在这儿要说了 其实你在选择高跟鞋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一些 尤其是春天和夏天的时候 可以选择一些裸色的 从远处看起来呢 跟你的腿是融为一体了 而且是前面如果有这个台的话会更好 就会显得你的腿更加的长 另外呢你这个鞋子前面越尖 也就是说你这个噱头越长 会显得你的腿更长 鞋子的噱头前面是尖的 所以整个脚的长度变长了 所以从而感觉你的腿小腿也变得更长 然后所以呢就是他刚才说的非常好 就是说除了短裤还有高跟鞋以外呢 就建议大家选择颜色上面要选择裸色的 另外呢这个鞋的前面噱头可以选择长一点尖一点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做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呢 是需要我们还有吗 一个把杆 对把杆 这个呢如果你家里没有把杆的话 也可以利用你家的窗台啊或者是柜子之类的都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要把腿把鞋托下来算了 陈老师您就别示范了 不是我 把腿放上去 然后呢尽量的往这个拔杆的方向 我对这威胁技术太高了 去压你的腿 对这样达到一个放松的效果 好接下来的口令 预备 预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你们是在练牵手观音吗 我看这个真的对两位舞蹈学院的女生太容易了 但我们可怜的no call呀 对呀来听我的口令再来一次啊整齐了 一二下去三四起来哈 预备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 右边牵手观音了 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 停 好现在我们有请另外三位女嘉宾也一起上场 我们一起完成这个动作 好现在听我的口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 停 我真的觉得姑娘们太辛苦了 我觉得真的如果你的先天条件没有说像摩吹那么完美的比例 那么后天如果你想要修造出完美的长腿的话 我真的觉得一定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对 一定会疼的一定会疼的 对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 教给大家很多好的方法 比如说在穿衣服的时候 应该怎样注意让你的腿看起来更长一点 还有呢我们今天教了很多简单的小动作 在家就可以做的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腿变得更加的修长的方法 没错 我觉得真的今天我们是受益良多 非常谢谢施燕老师教我们这么好的方法 谢谢